照片中男童手臂上全是红肿瘀青 让人看了相当不忍 嘉义县阿里山巷日前发生 国小老师疑似不当体罚学生情势 亲友一气之下到教育部检举 对此县议员詹婉珍 30号在县议会上指出 原来不止一位同学 班上四位同学都遭老师体罚 认为学校管理是大 处长你们调出来 真的是每一个孩子都有被他体罚过吗 说他们班四个孩子 每一个都被体罚过 都被老师修理过 因为这个也在调查报告里面 对 看起来是 学校都不知道 校长是在做什么 我就说那学生人跟美智 你每天看他的状况 包括都被打成这样 你也知道你也关心一下孩子吧 包演 校长是都没去上班 校长的责任也在调查报告里面 我们还是校长还是不能够 他还是要负其他该负的责任 而议员五青山表示 阿里山美索学校超过半数都是代理教师 应该聘用正式教师 况且目前也有不少原住民学生 受师范体系培育 应该协助优秀教师回向服务 在我们三七的代理老师 大概一半以上都是代理老师 那整个我们嘉义县 一直讲说我们的老师的名额 已经超出了这个编制 但是为什么我们三七的学校 大概二分之一以上都还是代理老师 嘉义县教育处表示 5月9号发生事件后 24小时内校方立即通报教育处 7天内启动调查小组 26号已完成调查 报告最快会在6月初有结果 该名老师也遭停职 后续是否为终身不适任 或是暂时停职 就等调查结果决定 原本新闻大部嘉义县议会采访报导